大家好,欢迎来到关系攻略,今天带给你的是,男人说压力大,你就要赶紧说爱他 知识点,告诉一个人,他被在乎,被爱,被尊重,能很快的缓解压力 这种行为呢,就叫做社会支持 我呀,张口闭口谈前,已经有同学表示了不满意了 啊,我认为两个人的婚姻,钱不是最重要的,您应该多谈谈爱 来吧,那么今天呢,就来谈一谈爱的真相 傻小子,坐门堆,哭着提着要媳妇 要媳妇干什么,点灯说话,吹灯作伴,早上起来书小便 这是一首啊,惊惊记流传的童谣,我小时候呢,也念过 他有很高明的地方,他告诉了你,婚姻关系当中,社会支持的必要性 点灯说话,要抱抱,不知道有多少男人感叹自己啊,压力大 不知道有多少女同学听到过自己的丈夫,或者男友压力大 女同学们,你们遇到男人感叹自己的压力的时候,是怎么应对的呢 最快捷的办法就是赶紧拥抱他,亲吻他,说爱他,告诉他自己在乎他 一些老派的伴侣啊,是不是会觉得有点肉麻,一点也不 压力这东西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来自于生活的改变 注意是改变啊,不是挫败,有的事情是好事,人是好人,但是好事就会让好人有压力 你的朋友喜德贵子,大家纷纷庆祝,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压力源 生活突变,哪怕是往好里变,人的压力也会增加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劝大家,情侣也好,夫妻也罢 如果你们不想生育,就应该采用避孕措施,尤其是情侣 那为什么不应该意外怀孕,奉子成婚呢,我把这个问题当做练习题附在后面 咱们接着来说,给男人做一套题 美国心理学家霍尔姆斯和拉尔曾经制定过一个社会再适应量表 这个表呢,在1960年代被制作出来,在1990年代被修订过 大家发现30年后,所有的社会压力都比过去上调了50分 过去100分可能就算压力大,现在呢,要150分才算了 如果你在过去一年里经历了以下事件,就要记下对应的分值 最后相加的数字就是你的得分 第一,配偶去世,100分 第二,离婚,73分 第三,分居 如果是学生版,那就是父母离异,65分 第四,入狱,63分 第五,亲密的家人去世,63分 第六,自己受伤或生病,53分 第七,结婚,50分 第八,被老板解雇,47分 第九,夫妻重逢和好,45分 第十,退休,45分 第十一,家人健康的转变,44分 第十二,怀孕,40分 第十三,性功能障碍,39分 第十四,新生儿诞生,39分 第十五,工作变动,39分 第十六,经济状况的改变,38分 第十七,好友去世,37分 第十八,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36分 第十九,与配偶吵架的次数改变,35分 第二十,贷款超过1万美元,31分 第二十一,丧失贷款抵押品的赎取权,30分 第二十二,工作职责的转变,29分 第二十三,子女离家,29分 第二十四,吃官司,29分 第二十五,个人杰出的成就,28分 第二十六,配偶开始或停止工作,26分 第二十七,学业的开始或结束,26分 第二十八,生活水平的改变,25分 第二十九,个人习惯上的修正,24分 第三十,和上司或老师相处不好,23分 第三十一,工作时数或工作条件的改变,20分 第三十二,搬家,20分 第三十三,转校,19分 第三十四,娱乐的转变,19分 第三十五,教堂活动的改变,19分 第三十六,社交活动的改变,18分 第三十七,贷款少于一万美元,17分 第三十八,睡眠习惯的改变,16分 第三十九,家庭联欢时人数的改变,15分 第四十,饮食习惯的改变,15分 第四十一,假期,13分 第四十二,圣诞节,12分 第四十三,轻微犯法,11分 这个量表是按照美国习俗来的,你大可以呢,把圣诞节变成春节 把一万美元改成十万元人民币,教堂改成寺院 这个表的指数最好是150以下 150到300的人,在未来几个月里,有一半人会患上疾病 或者出现心理障碍 超过300的人,有77%的人都已经病倒了 这套题男女通用,可以每年做,反复来比较每年的情况 接下来说三种支持,压力已经形成了,男人总要去面对它 一种办法是直接解决了压力源,是最好的办法 比如挣到了一笔钱,还清贷款,赎回了自己家抵押的房子等等 一种办法是解决了自己的认知问题 过去认为没考上大学复读是一件悲哀的事 但是最近发现喜欢的女生也没考上 现在又在补习班里做了同桌 过去认为婆媳关系向着老妈才对 看完关系攻略改变了认知 觉得向着老婆要好些 对一件事的认识不同,意义也就不同了 这两件都是承压的人自己做出的改变 还有一种外在的支持 这就是社会支持 身边的人给你提供的支持 那这类支持呢,又包括 A,情感支持 B,物质条件支持 C,信心支持 物质条件的支持包括给钱或者提供一些其他便利 比如有的亲戚生了重病 我们可能会帮他跑腿挂号找医生看片子 还可能用车载着他们去北京上海的大医院 信息支持呢 你比如帮大家分析你的大领导 二领导 三领导 七领导 为什么不喜欢你 因为你和竞争对手外单位有业务往来 你的七领导是女的 会不会对你好一点 别当真啊 我说的还是郭靖和江南奇怪等等吧 信息支持要求的非常高 大家如果记得疯狂动物城 可以回忆一下胡尼克对兔朱迪的支持 她是个三十多岁的男性 对出入职场的姑娘是可以分析利弊 权衡好坏给出建议的 换句话说 当军师是社会支持的最高阶段 如果你遇事有见识 对人又够诚恳 你就是可以通过信息支持收获很多友谊 也受到许多异性的喜欢 不过现实中的女性的建议者并不讨喜 除非她是咨询师医生这样的专业身份 传统上的偏见 让很多给丈夫提供信息支持的女人 被描绘为一个较缩者的角色 比如劝秦桧杀岳飞的王室 对一个今天的家庭来说 如果丈夫遇到了失去亲人 失去工作或者重大疾病等问题时 能拿出钱来救命 能介绍工作的强大的妻子 女友固然很好 但没有这些钱和信息的妻子或者女友 就最好尽量的拿出自己的柔情 把自己无法提供的另外两类支持 用爱来补上 那如果遇到这种事 已经稳固的感情 一样有上台阶的机会 就是当下 就是此刻 借用刘谦的话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这种幸福和温暖 不亚于暧昧中一撩成功的那种开心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冷淡 动摇 甚至更加责备对方 关系基本就可以不保了 白蛇传就是这样的故事 白娘子比许仙强大得多 她被伐海打败 不需要许仙去给她打架 或者给她出谋划策 她需要的只是男人的安慰和爱 但许仙呢 却因为恐惧和懦弱不敢接近 小青说要杀父亲薄姓的人 因为父亲薄姓的人说的不是出轨和劈腿 而是没有负起情感支持的责任 有情感支持就有夫妻 有情侣没有了 大家就此别过 互道珍重 敲黑板啊 第一 聪明人会用量表和各种小用具 把握自己和配偶的压力水平 及早发现问题 第二 夫妻一方陷入困境的时候 另一方应该尽快收拾起事后诸葛亮的冲动 赶紧去拥抱对方 支持对方 这是付出情感最划算的时刻 下面是西提 你的闺蜜告诉你 她时常会和男友有不加防护的性行为 而且并不担心 因为不行就生下来再结婚 这时你劝她的理由当中不正确的是 A 发现还孕 结婚 生育都是重大生活事件 还要买房和改变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条件 这样的变化会增加人的压力 让人有患病或者抑郁的风险 B 没有结婚证办准生证和落户会很困难 C 万一她有不安全的其他伴侣的性行为 你的健康会有风险 D 再撒狗粮 小心我抽你 在你思考答案的同时 你可以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有同样困扰的朋友 点击右下角请朋友读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把下面这张习题的图片发给朋友 看他是否也能答对 那咱们说回答案 正确答案是D 请把A好好记住吧 大多数压力轻的人在每件事上都是提前准备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关系攻略的全部内容